Hello 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Vesperry Pie DIY Streamer 的開箱和組裝的視頻 如果大家買了的 先多謝大家 如果大家未買的都可以留意一下 視頻裏面的介紹 怎樣組裝的手機 和在哪裏可以買到的 我們先看看手機的包裝 是非常簡單的 只是一個啡色的紙紙 看看裏面 有一份簡單的包裝 後面有個 一些建議的線的長度 以及包裝的討論 除了包裝之外 還有一些順左邊的 全部散裝的 鋁殼 接著中間的 需要的元件 都已經分門別類裝好了 還有電容 PCB 還有 Waveshare的顯示器 還有一隻火牛 還有一隻火牛 事不宜遲 為大家介紹一個 基本組裝 在開始之前 大家可能需要一些 基本組裝的工具 例如是 切塔 開線鉗 開線鉗 還有一些 輔助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 螺絲批 好 那我就 拆開 一些包裝 全部 把包裝都放出來 包裝裡面 都已經寫清楚 是 用了什麼用途 LPS module Touch display 還有其他的 淋滋物 我們首先會 安裝了一個 Display 先找到 Display的 包裝袋 其他放在一邊 這個就是Display的 鋁殼 裏面有一個 預先安裝了的 Display 正面 首先 這個 先放在膠袋 承載珠 裏面 一個 的 一 一 二 一 我先把麥克風放進去 是Waveshare的 轉顯示器 這是一個顯示器的支架 只是一些片是沒有用的 用來裝飾 撕走貼紙 然後對上位置 這裡要安裝M2.5螺絲 這裡要安裝M2.5螺絲 安裝完之後 撕掉保護貼 再安裝M3的螺絲 再安裝M3的螺絲 基本上前面的Panel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4粒螺絲是多了的 不是沒用的 只不過是遲些裝在面板的時候用 現在暫時放在哪裏 然後到背板 這個就是背板 全是黑色的 這兩個是RCA的Socket 這個是D型的Socket 跟機就會送兩隻黑色的Cover 這樣裝上去 如果你自己不需要其他 不同類型的安裝 你都可以自己自行 買不同的Socket換上去 基本上是通用的 我暫時就先安裝原裝的Socket 應該是跟機那隻 然後找回 Back Back pane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呢或者我们今次装个BNC的插头 这个插头可以正面装就行 反装也行 视乎你喜欢的 我们今次就装上去 再次装上去 再次装上去 如果你有RCA的话 也可以装上去 跟机的键套会有2个RCA 如果你没有RCA的话 也可以用跟机有2个RCA的插头 再次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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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装上去 再装上去 再次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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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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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oết 留意一点就是,底板凹了的位置是底部 所以看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看的 这边前,这边后 我的做法呢 就是安装了螺丝 刚才有些背板的螺丝还没用完 有Fuse 还没安装 先安装Fuse 先安装Fuse 就是这样 先安装Fuse 先安装Fuse 要试一下,我不是安装Fuse 先安装Fuse 大家留意一点就是这些是12mm的螺丝 12mm的M3螺丝 它的功用是固定机脚 另外有一支15mm的 15mm的那支呢 其实它的作用比较大一点 因为用来做一个 机箱的接地 这个 四个,安装好 然后安装 接地的螺丝 应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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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下一步就是 安装 安装 玛丽板 玛丽板 前后呢 前后呢 也有贴纸 一模砂贴纸保护的 那你用的时候 就撕掉贴纸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撕贴纸 因为它是在后面开的 所以呢 我们就安装这个方向 好 起来 五千 有好 对 五千 就 有 九千 那 走 好 是 基本上就安裝了底板 還有黑色的螺絲其實是用來安裝四邊和上下的 暫時不需要用著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到LPS module 的部分 整部機器也有很多元件 所以安裝上來也很需要弄清楚哪些打哪些 這個就是M3x10的六角柱 因為時間關係我都很快 安裝在四邊 我還未扭好幾個螺絲 大家家有時間的就可以慢慢扭 接著還有一粒在那裡 那呢 這個螺絲安裝完之後 然後呢 大家就需要 開了個 PCB 還有開了所有的元件 那電容呢 都另外包裝的 那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就不開這個 我相信大家開電容 元件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有一點要留意的就是 當 開 IC的時候呢 就要留意這一點 因為那個IC是靠 就是那個LDO Voltage Regulator 是靠這個機箱去散熱的 那所以 所以 汗接的時候呢 就需要在機箱裡做好絕緣 那我這裡有 兩塊 絕緣的膠 龜膠應該說 大陸叫龜膠 香港叫澳直膠 我們就黏上去 我們就黏上去 少許散熱膏 對 散熱膏 然後呢 然後呢 那邊呢 就要小心點處理 這隻 可能拍不到 這隻 可能拍不到 這隻是PNP的Transistor 這個呢 就是M317 可能比較蒙 那M317 可能比較蒙 那M317是IC來的 它的名字叫U1 U1 這個是PNPTransistor 它是Transistor 所以它是Q1 那當大家看接的時候 這個名字叫U1 這個是Q1 這個是Q1 這個是U1 那有個技巧就是 將它 屈成90度 那可以在桌面 或者硬物上面 那張紙 這樣 屈成大約90度 然後再對一次 317 對 要請U1 放上來 穿了三個洞 先 然後再慢慢放進去 然後再慢慢放進去 跟著上回緊螺絲 讓PCB不要移位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三成十二的螺絲 穿過去 再放進去 到丁面 再放進去 把紙 還放進去 我們今天見過 好 固定一粒IC 在看之前就要確定 中間這個底和IC的散熱片是沒有通電的 這樣才可以 找到他錶 要確定它是沒有通的 如果通了就有問題了 然後拆出來就看過了 因為這個還沒裝 是裝漏了一個 好想先檢查一下 如果在rework就更加浪費時間 現在不通了 兩個底是通的 好 接著可以開焊了 這個小技巧 還有辣雞就不能太熱 建議要是40火以下 還有可能要沾一點會比較好些 好 我先找個石線 好 基本上就ok了這個 然後就到 然後就到 火牛 那 那 那 沒什麼 然後就開箱 開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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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40VA的陰藤專用的火牛 接著用剛才有電力的螺絲 接著用電力的螺絲 接著用電力的螺絲 有些時間關係我還是暫時領先 可能下次會安裝火牛才會更好 火牛基本上都完成了 然後我們還要安裝Waspery Pi的螺絲 我還要安裝火牛 要安裝火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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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接著到最繁複的電線的環節 電線的長度在書上也有一個建議 我們先把背板拿出來 這四顆博士是威斯坡牌的 裝在這裏先 就不需要上太紧的 好了,這些是多了的 如果你有阿諾波試的時候就可以給阿諾波試用 如果沒有用就可以收起來 接個電源 首先我們拿回背板 因為背板有很多線都要接的 首先就接一條線 這個是SWITCH 這裡進入,經過SWITCH 就可以SWITCH出來 因為火牛其實都很長的 不需要用到那麼長 所以我們可以再用火牛的線 如果SWITCH跳線的話 即是由一個片跳到另一邊 另一個片大約是6cm 建議的長度 當然這個長度是 你喜歡的 不過純粹是個人用開袖 做開袖大約6cm 需要一個開線鉗 大約4mm 然後再用到 然後再用一個 然後再用一個 好 这些是Live的 这些是Neutral 然后惯性就是 准备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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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一塊 大約9mm 這次一邊要摺一個圈圈 另外一邊要摺6.3mm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背板了 然後我們去到主題板 這組線去回LPS 藍色的輸出去回LPS 我建議的長度是8cm 建議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做不同的長度 我用了8cm 然後開口可以5mm 然後我用來一邊 所以我用來使用 但是我用來看 我用來看 我用來看 它們的電圈 但是我用來看 這把圈圈的部分 都放到 再開口 那把圈圈的部分 要來看 可以短一點 短一點會好一點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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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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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可以上背板了 sorry 先側板 要留意的是 凹了一边 是向后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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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好 好 liberties 大概裝成這樣 然後先摺上地面 摺上地面比較重要 還有兩條線 空間比較窄所以都要用尖銳器幫忙幫忙 基本上就摺好了 在我們摺S Prime之前 我們需要試一試電壓 是多少 正常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電壓大約5.3幅 先試一下沒有燈 好 現在就著燈了 然後就看看電壓多少 要留意就是 負的邊是這邊 正的邊是這邊 5.3幅 非常準確 再關機 然後我們可以安裝剛才安裝的 啊 抱歉 裝了這件事 先用Flat cable 先用Flat cable 1個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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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 是 我們不可以安裝 2個 3個 2個 大約5個 5個 2個 放入鱼肉 然后放入鱼肉 好 好 放上這個側板 有缺口這邊就向後面 有缺口這邊 放上這個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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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把螺絲放在哪裏 把螺絲放在哪裏 放在前板 把螺絲放在上蓋上 把螺絲放在上蓋上 接電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接電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可以用Type-C直接進入 或者用電源板 通過GPIO的電源 入電都可以 我這裏就因為沒有其他東西裝上去 所以我駁電的方法 這裏就直接通過Type-C的接口 麵粉反過來裝 應該反轉才對 應該這邊才對 應該這邊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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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穿上去 今次的展示我用了一條Type-C的線改裝性 兩個插頭 記得留意就是這邊是負 這邊是負 這邊是正的 就算插錯也不要緊 也不會燒因為Type-C的線改裝有保護 這條線是做展示的所以就沒有刻意研究它多長 然後基本上這樣就安裝完了 膠質要撕掉 然後這個可以自行看折 這兩個項目可以安裝什麼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可以安裝RCA頭 可以安裝RCA頭 我們 好了 好了 先開電網看 先開電網看 好 那這個 Pipe也開燈了 正在撈 正在撈 那就證明電的方面是正常的了 至於軟件的東西就太外滑了 好 好 這個是PiCorePlayer的 booting screen 那基本上今天我的介紹就是這樣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下留言 或者是PM我了解進一步的資訊 好了 就這樣 多謝大家 好